社長科醫師蘇伊峰透露 有一名確診者不幸病逝 他的母親趕到醫院 也沒見到兒子最後一面 甚至吵架的兩個人 來不及和好 死亡通知單上確診為COVID-19 根據了解 確診死者40多歲有慢性病 在家裡出現新冠症狀 60多歲母親態度強硬要他就醫 結果病情嚴重 血壓不穩 馬上從急診進家戶病房 母子倆分開三天後 就是永別 醫護回想 這名母親最後落寞呆座畫面 說這就是疫情悲歌 另外多數確診死亡個案 會直接被裝進雙層白色濕袋 在禮儀公司安排下 24小時內火化 親友無法好好告別 指揮官程中澄清 但疾管署網站規定 只說要儘速處理 建議儘速火化 公告解釋較為模糊 因為其他第五類法定傳染病 像黃熱病或易波拉等 就得24小時內火化 大部分醫院和禮儀公司 才會把新冠比照辦理 另外也有殯葬業者透露 有遺體在路邊入鏈 殯儀館外十多具棺木排隊火化 近一個多月來 火化廠燒確診死亡個案 從晚上8點忙到凌晨2點 隔天早上再繼續 而陳中野松口 確實存在黑數 換算下來 台灣可能已有460萬 到690萬人染疫 另外前疾管局長蘇一仁認為 社區內也可能藏有未確診的死亡黑數 但指揮中心強調 醫院開立的死亡證明書上 有著名疑似肺炎或肺炎等字眼 就都會列入 TVBS新聞張秘魯